好,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這麼多人來哲學星期五 來參加今天這場座談 然後其實 那個 青龍兄,你可以先坐 我們高點半了,可以讓大家來拍照 感覺 感覺好像是返校的同學會 對 我們才剛放假而已 今天很高興 我們今天可以來談一下 關於 返校重返 基隆中學的公民報事件 那這一個事件 其實在 也剛好應付 現在這部 返校的電子遊戲 電玩遊戲開始要變成 一個電影 來,請坐 坐這兩邊 我坐角落 你坐中間 老師,你坐這裡 好,在這邊 老師,你坐這裡 謝謝 那這部電玩的時候 又開始要拍成電影 拍成電影上是 李烈要拍成,他們要拍電影 然後製作團隊說 他們裡面不會涉及太多政治的東西 這實際上是非常 讓人匪夷所思 耐人尋味的段話 那所以當然我們是想 透過回來到歷史事件 來談一下到底 當時的整個大的脈絡 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今天的 開始會先請 藍雲若女士來先 跟我們做一個報告的簡報 差不多四十分鐘左右 那接下來呢 再請 中研院徐學基老師 來跟我們做一些評論 然後一些 背景的說明 以及 跟一些對於 白色恐怖轉型正義 比較需要跟當下 跟現實的反省 那在這裡 在開始之前 我們先請 大家熱烈掌聲 謝謝他們 再一次 熱烈掌聲 歡迎藍雲若女士 謝謝 各位 熱烈抽空 來聽我父母親的故事 那我們就不耽誤開始 那請大家 稍微往右邊 寫 可以看 因為 年紀 有一把 有一把 年紀 我怕 我會忘記 會落掉 所以 我就做PowerPoint 這樣提醒我 不好意思 謝謝 好 這是 我常常 我們 大家會常常 聽到說 過去 就讓他過去吧 要 學會寬束 也要遺忘 但是你要寬束的話 必須有一個前提 就是 加害者 一定要很真誠的 向受害者先道歉 這樣子 我們才能夠化解仇恨 也才能夠寬束他 那事實上 社會要和諧 也是我們這些受難者跟家屬 也要學會寬束 那這樣子我們社會 才能夠繼續向前奏 好 我身在一個悲劇時代 那我的家庭很不幸 正好是一個悲劇家庭 因為我的父母親 都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 那 因為 有鑒於 在座 會有一些 年輕的朋友 所以 可能 還有人不知道 什麼是 228 跟白色恐怖 所以我特地 把它 讓大家 再複習一下 228 是發生在 1947年 那二次大戰結束以後 國民 其實 剛剛沈教授講的是 是撤退 還是敗逃 那我們 含蓄一點 他就是 先來接收臺灣 那 有陳怡 擔任行政長官 他施政不當 使得 臺灣人民的生活 比日治時期 還要辛苦 因此 已經累積了很大的民怨 再加上一個 導火線 就是犯 茶器私煙的事件 就爆發了這個 228事件 白色恐怖 那 應該是 228事件以後 許多知識分子 他們 對於 國民黨政府 起了反感 很失望 因此 他們就 寄望於 共產黨 來 拯救我們臺灣 那這時候 國共內戰 國民黨 就 失敗以後 就 撤退來臺 那 為防止 共產黨滲透 進入臺灣 開始實施 清香和戒嚴 並且 很嚴厲的 處置 那些異議分子 這是我父親 因為 家裡 留下來的照片 很少 所以 我用這張 他在 讀台南 師範學校 的照片 那 我看有些人 看著我父親的照片 也看著我 是 沒錯 我很像我父親 好 白色恐怖 就是因為政府 他用嚴厲高壓的政策 來逮捕這些異議分子 使得大家都有一種恐懼 這種恐懼是看不見摸不著的 所以反而稱為白色恐怖 那 對不對 薛老師 相對的紅色 紅色中國 對 對 那就是 白色 好 那我的父親 南明谷 他生於1919年 在日治 他 那個時代 是日本統治的時代 我的祖父 對於我父親 還有我二叔 非常嚴厲的督促他們 每天一定要讀漢文 所以這也培養了我的父親 在中文的根基上呢 已經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那並且呢 也灌輸他們的漢民族思想 因此我父親從小 就非常嚮往祖國文化 那師範學校畢業後 他在方寮宮學校任教 當時的日本人 要求老師要教導學生成為 忠誠的日本國民 然後我父親已經 心裡已經非常反感了 再加上 看到日本人 對台灣同胞很不公平 因此呢 在一次偶發的事件 他就持去教職 跟帶著我二叔一起到日本 因為當時台灣人不能直接到中國大陸去 必須經過日本再轉去 那我二叔就留在東京念東京一傳 那時候我這裡寫北平就是 中共建國以前是叫北平 那在北平呢 他認識了鍾麗和先生 請問在座的認識鍾麗和先生吧 有些比較小的 剛才那位國一的妹妹 可能不知道鍾麗和先生 鍾麗和先生 其實是我們台灣很有名的本土作家 我們稱他為 導在雪伯中的比庚者 他們鍾麗和先生 也是跟他太太 叫鍾麒妹女士 一起到北平 那我父親呢 因為是同鄉 同樣台灣來 兩個人又熱愛文學 也很崇拜 魯迅那種勇於批判不公不義的政權 跟同情弱勢族群的精神 因此他們成為非常好的朋友 這個在鍾麗和的書裡面有提過 那1947年呢 我父親在北平的時候 常常向報紙投稿 那他那時候呢 他現在僅存的一些文章裡面 有這篇金孟子見前縣長 這篇文章呢 他模仿孟子見梁慧王的話 寫出當時的父母官是唯一是圖的 只顧自己的享樂 不失人證 所以呢 從這篇文章就可以了解 我的父親是一種 有著孟子這種名為貴 設計赤之 君為清的這種民主主義 那我父親又 除了他用南清的筆名以外 他還有一個筆名叫燒生 這個燒應該跟馬早那個燒是一樣的 因為他崇拜屈原 屈原有離燒 他的詩文跟愛國情懷 因此呢 可以知道我的父親 他也是非常愛家愛國的人 在二戰末期我的二叔 東京一專畢業以後 也來到北京跟我父親會合 他們看到戰爭二戰末期呢 這個蔣介石領導的政府呢 政治非常腐敗 官員貪污 軍績敗壞 因此兩個人的政治意識 本來是非常崇拜祖國的那種心情 精神呢 逐漸傾向新興的共產黨 當時的共產黨不像現在 提起來讓我們很痛恨 當時的共產黨是打著 讓無產階級翻身 而且他的軍隊紀律嚴明 所到之處都不擾民了 因此呢 他得到許多工農階級的人民支持 那1945年二戰結束 父親跟他們本來都要回到家鄉 但是我父親跟我二叔討論以後 由於身為長子有義務奉養二老 因此就我父親決定返台為家鄉奉獻 我二叔呢他決定留在北京 實現為新中國效力的理想 這個決定使得我父親跟我二叔 從此天人永隔了 那父親回到台灣 台灣起初是在教育會擔任職員 後來透過鍾麗和先生的介紹 他的同父異母兄弟 鍾浩東在基隆中學擔任校長 那他就到基隆中學來任教國文 當時台灣剛剛脫離日本的統治 學生中文程度不好 因此我父親把裸勳的小說 互相翻譯成日文 並且加上很詳細的註解 來提升學生的中文能力 這本翻譯本在日本和中國 常常會舉辦裸勳研討會中呢 我父親翻譯的這本互相會被提出來 稱讚說他把魯迅的精神詮釋得很深入 那北京有一次魯迅研討會 有一位教授陳書宇教授 他也寫了一篇文章來稱讚我父親 是戰後台灣第一位 將魯迅的文章介紹給學生的 那同一個時期有楊徽先生 把阿Q正傳翻譯成日文 但是因為我父親 這本故鄉是變成禁書 所以大家只知道 有楊逵先生的阿Q正傳 那這就是故鄉的封面 是一本小冊子而已 那在故鄉這本書 我父親寫了一篇導言 他說他就評論這個 五四運動的反帝反封建的意義 指出在當年的這些領導者中 有的成為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代言人 有的中途妥協 變成了像安全地帶逃逆 而真正能堅持五四正確方向的 代表人物之一就是魯迅 魯迅是五四以來給予中國思想界重大影響的人之一 人們稱他為世界文豪 青年導師或革命健將 但是他卻認為自己只是一名搖旗 喇喊的小兵 事實上他一直到厭氣的最後一刻 他仍然用文字 對於民眾向威權進行戰鬥 這本書其實故鄉的書的主角就是潤土 他是一位為現實生活辛苦奮鬥的這種個性很淳樸 書中的結語是 誠然希望是空虛的 空想是得不到的 只有依靠實踐才能實現希望 就是要我們不要只是希望要實踐 這是我在1993年的時候 帶我媽媽到美隆去拜訪中平妹女士 那1947年發生了228事件 許多知識分子看到軍隊濫殺無辜的百姓 國民黨又是這麼貪污腐敗軍機敗壞 於是對國民黨感到很失望 就轉為信奉共產主義 就大家希望共產黨來拯救台灣人民 那鍾浩東先生呢 他是一位熱血的青年 他在二戰時期呢 跟他的夫人蔣碧玉女士 和三位朋友也到中國參加抗日戰爭 是一位熱愛祖國的知識青年 中校長跟許多正義感的知識青年 都跟我父親有同樣的想法 因此呢他們批判國民黨 成立讀書會 研讀馬克思主義 開始從事社會運動 那中校長在基隆中學成立光明報 那這個光明報呂赫若先生 他是 是是什麼 呂赫若先生 他主辦還是什麼 我不是很清楚 那是由我父親撰稿批判 國民黨政府的貪腐 又中校長又在基隆成立了 中國共產黨工委會基隆支部 由中校長自己擔任書記 我父親跟李昌將先生 這位先生就是盧州李友邦將軍的職兒 擔任工委 負責吸收共產黨員 光明報呃印好以後 在台大散發 那有人向情治單位檢舉 於是中校長還有一些老師跟學生 又被逮捕 然後有的被槍決 有的監禁 我父親聽到風聲以後 趕緊跟其他的同事 跟他們講趕快逃亡 自己也帶著我 那時兩歲的哥哥還有媽媽 以及還在媽媽肚子裡的我 猖狂的逃回岡山鄉下 高雄岡山鄉下老家 然後又到處躲藏 躲了一年多 那情治單位抓不到我父親 他懸賞新台幣五十萬元 仍然抓不到 就到家裡把我祖父媽媽 還有那時生下來一歲多的我抓走 為了不連累家人 我父親只好出來投案 在1950年12月28日出來投案 但在1951年4月29日 媽祖生日的隔天被槍決 所以每一年媽祖生日 全台灣的人都在慶祝 只有我自己一個人在家裡 很難過的追死我的父親 槍決以後 他的遺體被送到國防醫學院房府池 準備給學生解剖 我的外祖父當天要送飯到牢裡給我父親 聽到這個消息趕緊打電報給南部的祖父 於是我的三叔立刻從上來 把我父親從房府池撈起來 看到他背後兩個彈孔 脖子上一處刀傷 如果沒有及時領回 就會被學生解剖後 送到六張裡的公墓草草掩埋 六張裡公墓在二十幾年前被發現 有一大片五足股份 那都是白色恐怖時期被槍決的那些人 我的父親 一位熱愛家國的熱血青年 就這樣跟我媽媽陰陽用格 留下我哥哥和我不到四歲 我一歲多 我哥哥三歲多 這樣子 還有我悲痛的祖父母 受難的時候是三十二歲的英年 我的媽媽也以知匪不報的罪名 在1951年的5月17日 跟著一群第一批政治犯被送到綠島 改訓一年多 現在綠島人權園區 將這一天定為人權音樂機 每一年都會在綠島舉辦 那時我的媽媽 不知道我父親已經受難了 因為消息是封鎖的 金融中學光明報事件 是台灣第一宗的政治事件 千年範圍遍及全台 開啟了長達43年的白色恐怖時期 我們的戒嚴時期是全世界最長的38年 但是戒嚴以後 並不代表白色恐怖就結束了 一直到1992年的時候才結束的 在綠島監禁的時候 我父親一位在基隆中學畢業的學生王春場 就是剛才那位現場的故障 他看到我媽媽沒有家人來探望他 於是因為我媽媽 那時候我的祖父母很悲傷 並且要養我哥哥跟我 我的叔叔要種田 其他的叔叔都還年紀很小 所以沒有人能夠有能力來探望我媽媽 那這王大哥他就偷偷塞了一些家裡 寄來很微薄的零用錢 偷偷塞我媽媽 那被管理員發現本來要處罰王大哥 但是後來知道他是要幫助師母 所以才免罰但是錢沒收了 那王大哥是一位很有情有義的 學生出獄以後他自己是關了十年 出獄以後他就輾轉打聽到我媽媽在哪裡 到岡山幾乎每次 那時候他在工作每次利用出差的時候 都會到岡山醫院來探望我媽媽 一直到我媽媽103年往生他才沒有來 還有一位李錦直先生 他也是因為光明報事件被關了一年多 出獄以後也是一直都來 帶著太太來看我媽媽 這兩位學生真的是令人感動 這個很高尚的情操 這是王大哥 最左邊是王大哥 最右邊是王大嫂 我媽媽旁邊這位就是講祕育女師 他就是講餵水的養女 那後面那一位是我哥哥 那是我年輕時候的我 這個左邊這張照片是李錦直先生 那我剛講過了 這個白色恐怖時期是43年 1992年修正刑法100條為止 這時候才無數的台灣精英被槍決 遭監禁 造成人才大斷層 也因為寒財效應 使得百姓不敢批評政府 每個人都是怕隔牆有二 大家都不敢談 那我從小 從小呢我媽媽跟家裡的長輩 從來不跟我提我父親的事 只有在小學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同學的爸爸 也是白色恐怖受難者 他們會提 然後也會順帶提說 蘭芸若的爸爸也是匪典 所以我聽了以後覺得很受屈辱 可是回到家我又不敢問我媽媽 就覺得因為這時候我們小學的時候 國民黨的教育體制之下 是把共產黨描述的是十惡不赦的 這種政黨 所以我爸爸竟然跟這個 萬惡的共產黨 這個共匪有沾上邊 所以我就覺得很屈辱 這樣子 那我在初中 高中跟大學時期 都是在外地唸書 能在家裡只有寒暑假 那時候也不會想到要問我媽媽這些事 因為已經習慣 從小沒有爸爸了 那在家的時間很少 這樣子 所以我初中以後的同學 沒有人知道我家的事 我這件事我是完全不敢提的 那但是我的內心 我對我父親是有怨的 因為我覺得說他為什麼要那麼早死 那讓我媽媽過得這麼辛苦 我媽媽工作得很辛苦 這樣子 一直到44歲的時候 南伯舟先生來我家訪問媽媽 有蔣碧玉女士帶著他來 因為南伯舟先生寫第一本 《晃馬車之歌》的時候 他那時候還不知道我媽媽的存在 所以之後呢 他才知道 就開始來訪問我父親 剛開始他是寫了一本 《從浮馬林池撈起來的詩人》 後來在去年10月的時候 他又把這篇文章再加改寫 再加上李昌將先生 還有基隆中學 另外一位職員邱連邱先生 三個人 合編為《晃馬車之歌》續曲 這樣子 所以我非常感謝南伯舟先生 雖然我跟他的政治立場是不一樣的 必須要跟大家表白一下 所以這樣子 我一點一滴的了解我父親母親的遭遇 我對父親的埋怨至此才釋懷 從小時候警察就常常三不五十到我家來關心 我結婚以後呢 到台北來 他也是一年三節來報到 每次我都很心虛的包五百塊紅包喔 你看幾十年前我都包五百塊紅包 把他打發走 那在求學期間 我和我哥哥都沒有受到學校的刁難 但是我在讀台南女中時 我的班倒呢 就找一些功課好的學生去他家吃飯 吃完飯 就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他就要我加入國民黨 他應該知道我家的背景 但是他還是要叫我加入國民黨 我說我回去問我媽 我媽居然就說好 可是我一次也沒有去開會 那我哥呢 一直老是都非常疼他 他身體很不好 他在兩三歲的時候 我媽去綠他的時候 他生病感冒 我祖父帶他去給醫生看吃了藥傷到了胃 從此就開始胃出血 十二歲的時候 他大量吐血 緊急開刀 切掉三分之二的胃 結果很倒楣 開刀時輸的血是B型肝炎的血 你看四五十年前的醫院 是沒有這種血液篩檢 就是捐血黃牛捐的血 所以他出院以後 不但胃有毛病 他的幼兒產上的吸肝 現在他才七十歲 他一個禮拜要洗三次腎 很可憐很辛苦的 那他第一次因為出差 要去香港 第一次申請護照被拒絕 後來拖當時禁管局局長 莊亨戴先生 就是後來警政署長 他是我公公的好朋友 那拖關係才核准的 後來我哥哥就移民到美國去了 那我媽媽從綠島出來以後 他開始負起養育我們兄妹的責任 那時候我們家很窮 本來我們家算是地主 但是因為好像跟著有期天還是什麼呢 我們家的地全部被大部分都被政府徵收 然後換取台泥的股票 那都不值錢了 因此我們家道中落 再加上我的二姑在海南島 被日本人增調到海南島當護士 染上瘧疾過世了 然後我爸爸又受難 還有我二叔滯留北京 生死未卜 因此我祖父本來是做醬油生意 還算蠻有錢的 他就沒有心再經營了 就轉給我舊公 因此我們家境就很拮据 我媽媽必須去賺錢 來撫養我哥哥跟我 這時候呢 幸好我媽媽在日治時期 有得到慘婆證書 所以呢 再加上我爺爺 我祖父 他就拜託岡山鎮長鍾長 鍾長青先生 就是我女兒的阿公 他很義氣的為我媽媽做保證人 在當時我媽媽是黑名單 大家避之為苦不及的 那我這個鍾長青先生 肯很義氣的出來做保 那是很不容易的事 因此在我小時候 我媽媽常常提醒我 這位鍾長先生 是我們家大恩人 以後你有機會 有能力一定要報答 那我念大學的時候 我終於報答了 我就當著他 他家的大媳婦了 對 好 這是我媽媽很漂亮吧 這個是這張 左邊這張已經快五十歲了 然後中間 我媽這輛腳踏車 徐老師在編獄外之球的時候 我們在人權園區有一個特展 那時候我去當導覽 那他特地去找了一輛像這樣子的腳踏車 來陳列在那邊的 那就是我媽用這輛腳踏車 每天風雨無阻的 載著我哥哥跟我坐在後座 這樣子 從鄉下騎二三十分鐘到岡山鎮上面書 瓜風下雨颱風風雨無阻 那時候不像你們現在這麼好命 有颱風降 我們那時候是沒有的 好 這是我這個就是很青澀的少女時期 那是我哥哥 我媽媽快六十歲了 要退休了 你看下面那張黃毛丫頭的我 好 我媽媽雖然自己很辛苦的工作 她下班以後還要為我們鄉下的村人 那些產婦接生 三今半夜 你們知道小孩子最常出生的時間點 是在什麼時候嗎 半夜很奇怪 那個宋子觀音都會在半夜 把小孩子這樣子送到媽媽 讓他出生 所以呢 半夜常常聽到村人來敲門 就是要媽媽去幫他接生 他太太接生 這時候我最害怕 就是瓜風下雨的時候 媽媽還是立刻起身 穿上雨衣 牽上腳踏車 這樣子 不管多遠他都會去 接生一位產婦 只有幾塊錢而已 可是我媽媽也是這樣子 為了讓我們兄妹 能夠有更好的生活 她就是這麼不慈辛苦的 那媽媽呢 她用她能力所及的 來照顧我們 我們每天在趴鐵多 在登下讀書寫功課完以後 她就會從岡山鎮上 買回來的麵包啊 吐司啊 那時候沒有烤箱 就是用她的酒精燈 烤吐司 塗上阿羅里奶油 給我們當宵夜 到現在我仍然懷念 這美好的回憶 我的同事 英梅 江英梅 老師 他之前看到我這篇文章 他說 你這樣子哪有辛苦 我們更辛苦 我們小時候 連這個吐司 麵包都沒得吃 所以我就覺得 嗯 好像是這樣子吧 可是我覺得 那時候覺得很辛苦 嗯 那我媽媽是一位好學的人 她真的是生錯了 她應該是 如果她是男人的話 沒有被送去當養女 可能她的成就不只這樣子 她很好學 而且很聰明 她她寫的字很漂亮 等一下你們可以看到 她會打開收音機 聽兒媽媽教英文 並且呢 大清早就要叫我們起來念書 有時候輪到大家庭輪到她煮飯 五點多 我們就起來 坐在小凳子 我們念書 我媽媽煮飯 這樣子 所以我跟我哥哥 學校的成績 也沒有讓她失望 那媽媽呢 這樣子積勞成績 幫人接生 然後關節退化 在七八十歲的時候 就換人工關節 腰椎也變形 所以常常痛到 沒有辦法睡覺 那她九十三歲的時候 站不起來了 就苦苦哀求 常跟醫院的 腦神經外科醫生 幫她開刀 又可以走路 一年多 最後還是沒辦法 我們就請了 印尼籍的看護 很細心的照顧她 這時候我媽媽是跟我住的 我媽媽一共跟我住了二十幾年 因為我哥哥是移民到美國去的 那我媽媽是以一百零一歲高齡 往生 那就很奇怪 我媽從小受盡 精神上物質上的辛苦 可是她竟然可以活那麼久 而且都沒有失智 這到底是不是老天爺的恩典呢 我是覺得說 她是不是把我父親應該有的壽命 也讓我媽媽一起幫她活了 那我媽媽跟爸爸的夫妻緣分 只有短短五年 其中還一年多我父親逃亡 的那種提心吊膽的日子 媽媽的一生因為我爸爸的受難 在精神物質上非常辛苦 可是我媽媽對我父親五怨無悔 在媽媽晚年的時候那幾年呢 她無法走路 每天躺在床上 我是買那個電動床給她躺上來 她每天拿著我爸爸的相片 跟她男男的說話 每次我經過她的房間 就聽到她在跟我爸爸講話 說好想念她 要我爸爸趕快來接她一起到天上團聚 在我媽往生以後 我整理她的遺物 發現她的一本日記 上面有一篇她寫的散文 親筆寫的題目叫 《無言之戀》 我不知道這篇到底是她抄的 還是她寫的 但是我想是抄的部分成分比較多 因為我連我自己我都寫不出 這麼殘免匪策的文章 她其中有一段話 對兒女的信念牽掛 和家中所事的安排處理 我去信你了 與你去刀子商量 因著靈犀相通 你回應我許多歧視 我相信你對家人的關愛 呵護從未間斷 她這個內容還真是貼 跟我媽的心境非常貼切 這是我媽在青年公園 現在有成立當年就是執行槍決的馬場町 那我媽被王春長大哥 載著我我媽去那邊參觀 我到現在還不敢去那裡 因為我覺得很怕那種心情 我不知道你們能不能體會 我不敢去 這個是她在那邊拍的照片 那這張是很有趣 1993年民進黨推出縣市長選舉的時候 推出第一次的老人年金 那就找上那個陳芳明當文宣部主任 就找上我媽媽來 因為陳芳明跟我 我高中第一年 因為探看我初中的時候 探看瓊瑤小說 所以我高中第一年是考上左營中學 那陳芳明也是左營中學畢業 那時候她跟我認識 後來她回來台灣 擔任文宣部主任的時候 就找上我媽媽來拍這個廣告 這是我媽媽的遺照 好這就是我媽媽 我小的時候常常聽我媽媽在哼這首歌 遼河的水 呀松花江的狼牙 那樣的真痛 那樣悠長 對不起喔 我嗓子不太好 那我常常聽 我以為說 而且我們家裡很多貝殼 是我媽從綠島帶回來的 但是那時候我很少 我不知道綠島是什麼地方 我以為是我媽媽去綠島玩 帶回來的 我也不會想到要去追問 我就是這樣子 傻乎乎的 就這樣子 那這個是你看我媽的親筆字 她只有公學校畢業 對產婆學校的程度 可是她的字很鵌秀 好 這張照片我為什麼要放呢 最左邊是我媽媽 電視機旁邊那位是我的二叔 他跟我父親的感情非常要好 但是因為在一念之間的決定 讓他在北京跟我父親就天人勇格 我這個二叔呢 其實本來老早被我們家列為 這個已經是處戶了 以為他死了 有一年 好 這個先不要講 繼續講 好 這樣子我不是全部都講的 沒有關係 我們這裡可以到凌晨 我是怕耽誤大家太多 沒有 走可以自己走 好 謝謝 好 那就是在30年前吧 那時候還沒有解言 有一天我們鄉下一個尼姑安 有一個人在半夜偷聽中共的中央廣播電台 就是我二叔在對台對他的親人廣播 說他是某某人 他是岡山的 以前我們叫家母倫 這樣子的人 怎麼樣怎麼樣的 他過得很好 請家鄉的人呢不要擔心 這樣子 他隔天早上就跑到我們家來 來講說 我聽到這個某某人 我們才知道說我二叔還沒有死 然後陸續呢 我四叔他那時候在美國 Kansas大學擔任航太教授 有一年他的同事要去北京講學 他就拜託寫上我二叔的本名 說你幫我去北京查一下這個人 到底現在在哪裡 結果他同事回來以後才告訴他 我二叔已經改名換姓 叫李和民了 那二叔 那他就是東京一專畢業以後 他就到北京呢 目睹國民黨的腐敗 於是他就加入共產黨 那為了不連累家人 他改名換姓為李和民 中共建國後周恩來總理呢 派他到公費留學莫斯科攻讀病理 回國這個國是中國 回中國以後他帶領團隊 研發許多傳染病的疫苗 舉凡日本腦炎 B型肝炎麻疹狂犬病等等 得到許多國家級的獎賬 他一直在工作崗位上奉獻心力 他是中國生物藥品檢驗所的所長 後來擔任民育所長的 一直到90歲他病倒為止 他已經於去年9月29日病逝 他過世的時候中共的報紙稱他為 中共建國後最偉大的病毒學家 那我二叔其實他的病倒是失智 我的堂弟北京的堂弟呢 他說他父親已經完全認不出他們孩子了 可是還常常跟周遭的人提起說 他跟我父親在一起相處的點點滴滴 我去年四月的時候聽了很感動 於是就自己一個人到北京去看我二叔 他已經被我堂弟因為我堂弟堂妹都移民到美國 所以把他安置在河北省通州 一間非常設備很完善的安養院 請一位看護工24小時照顧他 我二叔看到我已經不認得我 但是他我一提起說我是你大哥的女兒 他馬上就記起來然後就一直跟我講我 他跟我父親的事情這樣子 真的是很感動這種手足情深 沒有想到連失智了以後還記得我父親 而且他很自責喔 他還沒有失智以前 他就說他都沒有好好照顧大哥的孩子 他非常自責 所以當他得知我有集郵的這種興趣的時候 他就費盡了很大的力氣去中國 每次出版的那種很珍貴的郵票 郵冊 他就想辦法去買一套來寄給我 所以我手上有很多那種純銀的一套 一張一張的郵票弄成一冊的 像四大奇書裡面除了金瓶梅沒有以外 我其他的我都有 每一套都是用銀紙的 非常精緻的 我祖父母總共有七位孩子 五個兒子兩個女兒 我父親長子英年早逝 二叔滋留中國 雖然對中國貢獻很多 但是一直到祖父母過世以前都無緣見面 四叔他留學美國是有名的航太教授 但是也一直在美國沒有辦法照顧我祖父母 我二姑又很早就這樣子過世了 所以只有三叔五叔是務農的 家裡還剩下一些田地讓他們種 那只有他們照顧祖父母 一直送人奉養他們種老 這就是在現在很多家庭都常常會發生的事情 有成就的孩子 不是早死就是遠離家鄉發展 反而就是成就低的孩子 陪伴在父母身旁照顧他們 就像我也是 我是我哥哥 他在美國發展非常有成就 那我這個 我呢 只有當一個窮教書的人 所以呢 我就負責照顧我媽媽 那我去北京的時候呢 我看完我二叔 我堂弟就把我帶到北京的西山國家公園去 那時候正好是牡丹花盛開 一大片的牡丹花各種顏色都有 然後我其實去那邊不是欣賞牡丹花的 因為在西山公園的最高處 有在2013年習近平主席 他成立的一個無名英雄廣場 就是在50年代被國民黨殺害的 中共派去的地下工作人員 他設立紀念碑來紀念他們的 那在這個廣場的最上方呢 有看板 他是這麼寫 但是我們台灣有些人認為說 才不是那些人不見得完全說 是這樣子中共派去的 但是他在上面的看板是這麼寫 所以我是以他們的看板為主 而且在看板上面有一塊 是他們把蔡孝乾打為叛徒 這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有一派在台灣有一派的人 是認為他們想要替蔡孝乾洗刷罪名 但是中共卻認定他是共產黨的叛徒 那這兩張照片 左邊這個是草書 又有兩首詩是一樣的 右邊是歷書 那都是毛澤東當年 他哀悼這些犧牲的這50年代 在台灣犧牲的地下工作人員 所寫的詩 其實我也看不懂 我就是把他拍回來 這個是最高處 那些主要的領導者 他們把他塑成這個 像真人一樣的像 這樣紀念他們 那我父親的名字很巧 就是從台階一上去就看到了 那在無名英雄廣場 我就有一點實錯亂的感覺 在這裡中共的領土上 我的父親被稱為英雄 可是在當年 我的父親被國民黨是被冠上共匪而槍決的 那當年國民黨跟共產黨是勢不兩立 可是在馬英九總統執政的時候 卻頻頻對中國示好 這讓我們受難者跟家屬 真的是無法去釋懷 我哥哥非常痛恨國民黨的理由是 你當年是跟中共勢不兩立 可是你現在為自己的利益 你卻這樣子抱著他們大腿 他就覺得說很沒有人格 這就是我哥的想法 所以我二俗 他是非常忠贈的國民黨 等一下 共產黨 對不起 我很想知道如果我爸爸還活著 他到底會選擇哪一邊 就像現在台灣 有些受難者 還倖存的受難者 他們是統派 統派就是他們是 是傾向中共的 那有一派是獨派 那還有中立派 這樣子的 國民黨到現在都還沒有向受難者跟家屬道歉 洪秀柱主席去年擔任了一年主席 我見到他的時候 我說可不可以 他剛當任的時候 我說你可不可以代表國民黨來向我們這些受難者跟家屬道歉 他說他就反問 還沒有道歉嗎 我說是 這樣子 他說好 然後就站上台 我不曉得徐老師那時候有沒有站 沒有 綠島音源那本新書發表會的時候 他就跟著大家承諾 可是到現在他快要下台了 還是沒有吧 還沒有跟我們道歉 看能不能寄望於武敦義主席了 對 他到現在還沒有向我們道歉 也沒有公布加害者 讓他們至今仍逍遙法外 當年他們把受難者冠上共匪的罪名 現在他們卻出處遷就中國 甚至強迫蔡總統接受九二共識 又希望蔡政府以一中原則參加WHA 今年我們連那個邊都沾不上 真的是非常的屈辱 他就是等於我們要接受一股兩制 我去年去北京的時候 中國的台灣聯誼會主席 聯誼會的會長 汪會長有請我吃飯 他在餐桌上一直要統戰我 可是我很白目 我很白目 他說中國現在已經很民主了 你應該要回歸 因為你的父親你的二叔 都是忠貞的共產黨員 你也應該要這樣 可是我很白目跟他說 對不起 因為我從小是接受國民黨的教育 國民黨是把中國共產黨 宣傳為萬惡的共產黨 我說我實在一時還沒有辦法改變 而且如果你們可以不要在國際間打壓我們台灣 這樣子我可以慢慢的接受 所以他就好像最後有一點不高興 那我也沒辦法 好 那最近巴拿馬斷絕了與我國一百多年的邦交 真的是大家都會非常 凡是愛台灣的人 凡是愛台灣的人 但是要前提是愛台灣的人 應該都會覺得很憤慨 應該要離開同仇 以致譴責巴拿馬的不義 還有中共的阿爸 但是國民黨呢 不但沒有批評中共的行為 他們反而對政府 現在的政府冷嘲熱諷 而且還要去參加國共論壇 這個讓我們這些人真的是覺得很無言 好 那二次大戰後呢 我現在就是德國他的轉型正義做得非常成功 因此呢 以色列的猶太人覺得雖不滿意 但可以接受 因此他們不再痛恨德國人了 只有真正落實轉型正義才能接受 只能減輕受難者跟家屬內心的怨恨 那景美的人權博物館現在還是籌備處 在新任的文化部政務部長大力支持下 正積極的想要成立變成正式了 也期待立法院不知道通過了沒促轉條例 還沒 還要三讀 那能夠讓受難者伸張正義 來告慰他們在天之靈 我父親跟二叔都是忠貞的共產黨員 我二叔在文革時期呢 被打為黑五類 而且他又是流日 就被認為他是日本人派來的間諜 即使他對中國已經那時候在國共內戰的時候 他還深入張家口還是張家界去幫助那些受傷的士兵呢 他們有破傷風 我二叔還請上級讓他們成立一個破傷風的這種疫苗 這樣子 可是他文革的時候還是被被關了 那我的大堂妹那時候十幾歲 也被被迫下鄉運動 結果因為生病殘廢 一輩子殘廢 可是呢我二叔一輩子都是忠貞的共產黨員 他後來可以獲准回來台灣探親 每一次探親他都跟我哥哥還有我 而提面命 你們要繼承你父親的遺志 一定要贊成台灣回歸祖國 然後每次寫給我的信 我現在還保留著 就每一封信都是要我這樣子 要我贊成台灣回歸祖國 就好像徐老師上次跟我講 我二叔的身上好像種上了共產黨的基因 讓他始終對他效忠 可是我哥跟我在 對中共這樣子在國際間 一直無所不用其極的打壓我們台灣 非常反感 然後國民黨也是為了自己的政權利益 對中共的卑躬屈膝的 就這樣子與中共聯手強迫蔡政府 承認九二共識 但是我內心還是希望 我們台灣人要團結起來 不要分族群黨派 大家要團結一致來對外 不要讓中共來分化 綠島小夜區大聲一點 我女兒幫我弄的綠 就是這個時候有綠島小夜區 因為我媽媽有去綠島觀過 所以用這首來紀念她 怎麼又回來了 好 那希望大家能團結 畢竟欲棒相爭 最後得力的還是魚窩 這個中共 大家真的要團結 好 最後我要 我的感言就是 我的父親在日治時期 是不滿日人的 對台灣的不公平 對待遠赴中國 投入他如目已久的祖國懷抱 二戰結束後 又迫不及待的回到台灣 想要為自己的家國奉獻心力 可是又因為國民黨 讓大家失望 所以轉為寄望共產黨 因此呢 他就慘遭殺害 以致壯志未仇生先死 讓我 我們家人呢 非一直處於很痛苦的生緣 我的哥哥 因為在三歲多的時候 我親眼看到警察來家裡抓走 我祖父 我媽媽還有我 那種 我從此媽媽就是一年多 就沒有見到 那種痛苦呢 他說他每天晚上都躲在棉被裡哭 所以呢 當徐老師訪問他 在《獄外之球》那本書訪問他的時候 我哥講沒有三句話 就哽咽講不下去了 那種陰影到現在他還留存著 我把這篇文章寄給他看 他說他哭的衣服都濕了 這樣子 他是一個很感情的人 然後 雖然現在呢 我們這個政府呢 就已經讓這些受難者 已經 這個就是大家都以烈士之名來評調 不要懷念他們 可是呢 被槍決了 就無法復生 我每一次 我現在在人權園區 是每個禮拜會去一次擔任志工 我是星期三下午 所以希望年輕朋友有要去人權園區參觀 我星期三會在那裡 那我每次看到 道園區看到有一些受難者前輩 他們雖然年紀很大了 而且也曾經被關過 被拷打過 可是他們仍然活著 到現在還可以出來控訴 國民黨的不公不義 而且有的人出獄以後 還有很好的事業發展 我就心裡呢很感慨 就要是我爸爸還在 說不定也是像他們這樣子 所以呢 人死了就沒有希望了 只要還活著就有希望 那我從小沒有父親的呵護跟疼惜 這是我一生最大的遺憾 好 這裡呢就是想要宣導一下 人權園區在一進門的時候 有一個長長的走廊 這你看了會起雞皮疙瘩的 密密麻麻的受難者姓名 前面這一個黑色大理石是被槍決的 那再來灰色的 這些灰色的有一面兩面三面很大的 等於成了一個摸字形這樣子 全部都是那個有期徒刑的 這些都是嗎 那這個牆的後面呢是仁愛樓 仁愛樓的後面就是當年監禁政治犯人的地方 那這個在這個仁愛樓前面有一個噴水池 上面這一個動物叫蟹智 它是上骨的法獸 據說他可以他頭上有一隻腳可以分辨 這個人是善還是惡 但是呢我曾經在臉書上發表一篇文章 就是這個蟹智放在這裡會不會很諷刺呢 那你後面的那些被監禁的政治犯 難道都是壞人嗎 他放在這裡是想要表示什麼呢 那這個就是在監禁的這個腳樓 還有手銬我沒有放 這個狹窄的監獄 本來我還要再放的就是 在園區還有汪溪陵 當年江南命案 哇那個簡直是特等的旅館呢 好幾間房間 兩個浴室兩個那個監禧室 然後還有書房 還有他的房間這樣子 那相較於這個一間狹窄的牢房要關 不知道蔡會長 這個一間要關多少人 這一間狹窄的牢房 只有兩個到四個嗎 只有兩個到四個嗎 對 這樣喔 那還算好啊 這個是現在的 我記得以前好像說 像擠沙丁魚一樣的 你起來上廁所就 因為這個 景美現在的國舉 是1968年才蓋 並不是當年我們做好的 這個 以後還有一個小半間 過去我們是倒半間 那 現在我們有做一個模型 當年這個五輪人帶 在青島東路 壓房的情況 各位如果有興趣 可以到國家營成館 這個九美紀念園區 那邊我有當年那個模型 黃族的枸杞 裡面沙亞多少人都有 歡迎各位到那邊來參觀 謝謝 謝謝 我很感謝徐老師今天可能跨島相助 然後也感謝人權園區 還有玉山出版社來出版這本書 也感謝黃族長婉瑜 這麼辛苦的來教對來編輯 真的非常謝謝你們 在此深深一舉歸 感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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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就直接請 徐學基老師 為我們說明 就是說 有些內容的部分 你覺得他也需要去補充 還有一些比較大的歷史的脈絡 可以跟我們稍微說明一下 不過在這裡可能要先講一下 像是說 老師提供一下 他這裡面有提到說 回歸祖國這件事情 其實在過去的時候 在共產中國有兩個不一樣的想法 如果大家還記得 1936年的時候 毛澤東是認為台灣應該跟朝鮮一樣 從殖民地被解放出來 所以不見得所有的概念 都是以回歸祖國做一個 一個 這種當時知識分子的想法 所以應該也有不一樣的不同的觀點 那我們現在就熱烈掌聲 歡迎徐學基老師 各位晚安 我今天絕對不是主角 我很樂意而且很高興 能夠當我的學姐 南宇若女士的配角 我今天只是來這裡監視她 有沒有講錯 因為我想她已經講得夠詳細 夠清楚了 我其實聽過她講 可是每次都有一些新的感動 每一次聽她講 從她祖父 我們想想看她的父親受難 其實最傷心的 除了她媽媽之外 就是祖父還有兄弟們 這些一層一層的一些感情的累積 讓藍女士的這樣的一個 非常實證的這樣的一個經驗 讓我們知道其實每一個案子 它背後影響了多少的人 我參加過白色恐怖基金會的董事 然後我們常常看很多很多的案子 怎麼樣來努力的來修復 藉著一點小小金錢的補償 來希望能夠把這個事件來平行 後來我覺得錢 絕對不是這些受難者最想要的 其實他們想要的是一個道理 講出一個道理來 為什麼那個時候可以用這樣的法令 把人送到刑場去 為什麼對於這樣的左翼的思想 一個國家號稱民主國家 而且是號稱自由中國 沒有辦法能夠容忍 它統治下的人民可以這樣的去想 這當然台灣有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就是台灣從來沒有想到 我們自己要自立自強 總是想到要借重什麼外面的力量 讓我們可以躲過很多的災難 這是我們台灣最基本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今天可能想 如果美國夠強 我們就可以讓這個中共不敢來基於我們 我們從來就沒想到 我們自己要更強 這個是我們最基本的問題 如果我們在當時候有這樣的看法的話 就不會去計畫共產黨要來解救我們 更不用講說 光顧以後國民黨要來解救我們 從日本的統治之中 所以我希望今天晚上各位想一個問題 就是台灣的宿命 還有台灣怎麼樣自立自決自強 台灣不自強 靠哪一個國家都是完全沒有用的 這個我想這是我們當作為一個台灣人 應該盡的天職 也是應該有這樣的一個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不要等著別人救的這樣的看法 那我們回頭過來看 藍英若女士的父親 藍明古先生 事實上他的名字叫藍藝元 就是越走越遠 沒有關係我站著 我成天都坐著 而且我更矮小 所以要站起來 不然後面都看不到我 但是他的叔父叫做蔡川彥 你一聽好像兩個完全不同的人 事實上我們各位都知道 台灣的民間有的姓 父親的姓有的姓 母親的姓 我其實對李和平先生很早就知道了 因為我在做研究 是專門研究台灣人到中國大陸去 或是台灣人去南洋去哪裡 這些是我研究的範圍 所以我常常去蒐集 中國大陸台聯 中國大陸有兩個 專門台灣人的組織 一個叫台灣民主自治同盟 這個要參加的人是level更高一點 那另外一個是台灣同胞聯誼會 叫做台聯這兩個 剛剛藍女士去見的那個就是台聯 然後汪毅夫呢 以前他們是台灣人 以前他們是台南 然後在1895年的時候 因為他的祖父 他的父親 祖父還想考科舉 所以就回到中國大陸去 後來祖父也真的考上進士 他是這樣的一個背景 教授已經當過福建省的副省長 兩屆的副省長 跟福建省那個時候 那是在福建在一起過的 這樣的一個情景之下 就這兩個聯誼會 他們常常去出版 在中共統治下的一些台灣非常傑出的人 其中就有病毒 病毒之父就是李和民 可是我從來不會把李和民跟蘭明庫兩個人 聯在一起 那是後來認識蘭女士 後來我才跟他講說 我好久就 我還寄了一份 給蘭女士 讓他 讓他理解 其實他二叔 才知道說他有去莫斯科 有去莫斯科 對 就是這樣的一些因緣際會 然後才知道 他是我台灣女中文台大的大學姐 我今天晚上無論如何是不能不來的 謝謝 那蘭明谷先生他們所涉及的這個基隆中學案 也有人叫做光明報的事件 那這個案子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案子 因為從這個案子開始就像雪崩式的一樣 一些中共的所謂台灣省工委會 等等這些案子一個一個被迫 那剛剛蘭女士講到蔡孝乾這個講色 也許待會兒我們蔡前輩還可以再補充一下 就是說蔡孝乾這個人被捕了之後 因為他是台灣省工委會的書記 就等於中共派蘭職位最高的那個人 抓到他就是情賊情亡 因為中共的這些進入台灣的這些工作人員 他們一直要採直線的 免得你採橫線的時候 抓的話就是一串被抓起來 所以他說是單人這樣聯絡的 這樣損失不大 那如果再橫的跟直的一起串連起來 一次就像一盤肉粽 這樣都全部刮起來 但是抓到蔡孝乾因為他是領導人 所以他把他所知道的全部都講 有沒有看到那個蔡孝乾案 好幾個人全部那些都是中共派來頭頭 可是全部都是自首自心 都判如罪 因為他們真的把他們所知道的線路 全部供出來 然後蔡孝乾這個案為什麼會被破 跟這個光明報事件跟這個所謂的基隆中學案 當然是有關係的 因為一開始就是發現 這個王明德先生他寄一些光明報 據說是他女朋友 這個正式的文書是沒這麼寫 就是他們在寄光明報 還有林榮勳 他們也在寄一些中共的一些宣傳品 那據中共那邊講就是說 或者是我們的情勢單位講 就是說1949年的7月為著紀念七七事件 所以中國共產黨在台灣也展開 很大規模的一宣傳 然後他們記載說大致上很 就是說很多人居然可以在路上去發傳單 就好像現在我們送衛生紙 有人像餐廳的券一樣在路上發 他們的感覺就是說 居然可以培養出這樣不怕死的人 因為那個東西被抓到一定是抓去關的 居然這樣子 所以他們判斷這個時候可能是這個 這個如果這個時候不抓的話 可能將來會更高 扣上更高 然後剛好光明報事件讓他們發現 有這種光明報這種反對政府的這種宣傳 越來越多 所以就從這個案件開始 然後就是說順騰摸瓜 這樣一串子 一連串一連串 那各位如果還要把他看得更清楚 那每一個案件這樣子 我們可以看得比較輕鬆 不是輕鬆 就是不要每個判決書都去看 可以看曹青鴻先生他們幫 顏世宏先生出版的那個青島動物三號 因為顏世宏先生我覺得他記憶力非常驚人 他坐牢回來以後 竟然花了兩天的時間把他在獄中 記下腦袋的東西全部寫出來 然後他一案一案 這樣抓多少人 這樣抓多少人 全部都寫得詳詳細細的 所以我覺得青島動物那一本書 還有來一座女士的母親 放了那兩本書 我覺得是滿經典 各位應該可以去看 那麼這個最大推手當然就是 曹青鴻 曹青鴻 我想 我個人認為曹青鴻貢獻很大 那最近又幫那個陳鴻先生先生 又出了一本書 那這些都是大家很享受的一些案件 但是我想用受難者本身或受難家屬寫出來的 其實是感受不是那麼一樣的 我第一次跟男女士跟他的兄長見面 是我接受內捐廣委託要做意外之求 這樣的一個專案 那當時為什麼說意外之求呢 因為我們基本上訪問的都是受難者本身 或者受難者他們的直系家屬 而且直系家屬一出來一定都是男的 但是在生活當中很多的感覺 男性當然感受得到 可是女性有一種不同的感受 比如說帳戶被關了 比如說來一座女士的爸爸 這樣慷慨就義去 可是留下那麼長的一段日子 是他母親獨立要去 我每次想到這種東西都覺得很不敢 所以我本來一個好好的家庭 為什麼可以拆散到這樣子的一個 拆散到一個程度 後來我想想這個張阿東女士也是滿幸運的 因為她活過了那一段很艱難的日子 可是也到了平反的時代 讓大家可以站出來講 至少讓她在臨終之前 她知道這件事情是被平反的 她的女兒她的兒子終於可以站出來說話了 這當然也是一種 不幸當中也是一個大幸 然後她更幸運的是生了這樣的一個女兒 這個是正牌的台大中文系畢業的 你看她剛剛在講解字 解字那兩個字不是隨便的你都可以唸的 她還沒有唸你就會唸的舉手 會啦 大家都不會 大家都不會 好啦 會的舉手好了啦 其實這兩個字只有我一個人會 我為什麼會 因為我本來就不會 但是我去查了字典 因為我覺得那個是全集美園區最瘋斥的就是那個 你也覺得 當然啦 那個腳就是要去判中跟好人跟壞人對不對 然後怎麼都判成壞人呢 那她那個腳要什麼用 所以你們應該去拉布條說那個腳給她去掉 我有閒臉書王主任也看到我的臉書 王主任等了視而不見嘛 沒有 開玩笑的 就是說當然我覺得應該留下來 為什麼 那就是風刺中的風刺 讓大家看到這個就可以聯想到 連這樣都還要去挖苦這些受難者 跟受難者的家屬 這真是做到極致了 在我來想 當然我不要把國民黨看得那麼醜惡 可是我每次一想就說 你再給人家看得那麼醜惡 讓人家的恨綿綿無絕情 這個就是說我們在這樣的一個 這樣一個時代 我們去理解一個受難者的一個心情 我對受難者的家屬或者受難者的本人 本人都抱著非常謙卑的態度 來跟他們去理解他們的一些想法 當然我也常常會遇到說 跟楠玉肉先生他完全不同政治立場的人 來跟我敘述的時候說了很多的口號 讓我聽 然後蓄積我對共產黨了解的能量 我也非常感謝他們 但是我無論如何是很難去跟他們的想法 越來越貼近 這個是我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 尤其我自己學歷史 知道很多很多的一些問題 必須我們台灣自己解決 沒有辦法由別人來幫我們解決這個事情 我其實現在講一些離題的話 我其實做這個政治事件的一些口訪 或是做一些研究 其實我已經做到疲累以及 就是說已經非常累非常累了 其實過去我常常要聽很多這些悲慘的事情 讓我有時候根本沒有辦法好好的入園 就每次都聽到這麼悲慘的事情 而以前我可以把它說 這些人反正我都不認識 沒有什麼實感 可是當我從20年前開始做228的時候 我的感覺是讓我的心情 越來越沉重 越來越沉重 因為我面對的不只是他腳 而是我看到他的肢體 我看到的肢體緣 是我看到那種大男生 在我面前就這樣啪一聲就哭出來了 我也不能這樣去拍他的肩膀安慰他 對不對 我根本不能去擁抱他拍拍肩膀 對不對 但是我真的很想擁抱他 告訴他 希望你多講一次 你受到的傷害可以減輕一點 你講一次可以減輕一點 直到你真的可以很順暢的 把這樣的一些感情把它講出來 讓大家跟你來分擔這樣的辛苦 所以我們做研究者必須要非常冷靜 可是我們在做訪談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貼近跟我們講的人 那個人的一些心意 所以我們又必須要非常的感性 所以我每天都在感性跟理性之間去做掙扎 有很多案子我看得非常生氣 我當場就爆炸了 就是怎麼會做得那麼爛 可是我在想是不是他也有我的情節 就是說碰到這些案子真的很難感性跟理性混在一起 沒有辦法分辨哪一些都是真的 哪一些是假的 尤其是申請人 申請人要跟國家申請賠償的時候 他們所陳述出來的 跟我們後來看到的一些文字上的差得很遠 那有些人就很沒良心的說 你看你看都說的是假的 常常受到受難者常會受到這樣的質疑 我每次都是要呼一口大氣 就說我們可不可以再呈前一下 聽聽看再找找看 是不是他們真的這樣感受 如果他們的感受是這樣 跟判決書是完全不一樣 而且是很理性的去陳述這些事情 我們其實口述的資料並不亞於文字的資料 這點是我一直在講的 所以我覺得人人要做口述歷史 尤其是我們年輕一輩 看著現在八九十歲以上的人 不管他是不是一個政治受難者或什麼 我們即使連他在家做日常工作的 年紀大的女性 我們台所都有一個計畫 專門做這樣子的一個訪談 我們希望什麼 我們希望不是只有history 而是有her history her story 也就是說不能所有的歷史 全部是男性的歷史 也有一些是女性用特別敏銳去感覺 時代的一些歷史出現 其實我做意外之球 很重要的一個感受 就是說坐在牢裡的人非常辛苦 我是知道的 但是在牢裡的人他也知道 我今天要過什麼日子 比如說哪一天我必須要上政治課 哪一天我必須要去海邊挖石頭 可是在外面的他的太太奔走三餐 小孩子馬上一個一個長大 教育費到哪裡 然後他可能被附加排斥 也可能被娘家收養 這一些種種的辛苦 幾乎很少讓當事者的女性的親屬來講 所以我們尤其是我訪過228 我知道訪問女性可以從她的生活史 她很多角度去理解她所了解的那個世界 很多人他們都完全不了解 這樣的時代是什麼怎麼樣造成的 所以他們那種悲哀跟痛苦更無助 你如果可以跟她講出一個道理說 他們確實是為這個時代而犧牲了 這些其實他們都聽不下去 因為在他們的生活過程中 他們沒有在管大時代怎麼演變 他們只在於說我今天怎麼生活 讓我的小孩子吃得飽 我什麼時候要去送牢飯 什麼時候我帳目不見了 所以228百孔的受難者的創傷症候群 也許會因為時代慢慢的往前走 然後有一些平反的動作 讓他們心裡覺得好過一點 但是這個傷痕在我們這個社會 其實還沒有過去 所以我們應該怎麼樣再更加的 對這些受難者從他們那裡 我們不只是說要從他那裡採取到 一些很重要的歷史的證據 我們最主要是站在一種比較安撫 比較跟他去談心 慢慢的希望他能夠了解 我們這些人的一些善意 然後從我們也可以開始反饋到政府 就是說這整個政府 也是慢慢的在推動這樣的一個工作 其實這個學者是很難說 有這樣的一個時間來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像禮拜五的這個晚上 我一百天裡面有九十九天半 都是在研究室過的 很少出來乾爐我會胡亂 不是不是我不是要你感謝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很需要一個很安靜的頭腦 來想一些事情 所以禮拜五下班以後 表示沒有任何注意會來找我 所以這段時間是非常happy time 禮拜五到禮拜六兩天 這是我非常喜歡的日子 要不然我每天 光是安排一些工作 大概很難有時間 好好的工作 那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們非常的希望 我們剛剛講的所謂的促轉條例 還有政治檔案法的一些公布 還有甚至人權管籌備處 這籌備處三個字 什麼時候拿掉 這都考驗著我們現在的政府 那考驗著我們現在的政府 等於在考驗著我們 我們怎麼樣在這一些受難者 還看得到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件事情完成 我們也當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工程 來把它完成 大家說好不好 好 那我想 我想 有很多人想要請教藍女士 我就不多說 謝謝 我們徐小基老師很客氣 說沒有 其實他應該可以跟我們講更多 那我們希望能不能在未來的時候 還有機會 再用一次的禮拜五來跟他講他的研究的東西 那當然是 那今天呢 我們現在 一般來說我們9點半要結束了 那當然我們稍微再延後一點 我們到9點45 然後這樣我們還可以 大家可以 與此交流問問有問題 那在9點45先做個小小小的結束 但是大家都可以留在這裡 因為咖啡館把鑰匙給我們 所以我們可以到明天早上5點 都沒問題 所以大家討論都沒什麼問題 可以有happy hours 那所以我們現在先三個問題 三個問題 然後 剛剛好像 在問問題之前還要請 不用 先等一下 你剛剛到 你剛剛到 要不要你 就先讓別人講好不好 那我們先來三個問題 非常抱歉 非常抱歉 我們先請蔡寬玉先生 請給各位這個時間 剛剛南老師叫我看那個圖片 我說那個是1968年 那我要求各位到明天晚去看當年的模型 那可能大家沒有空或是不能去 所以我現在這個需要做一個補充 那個從1949年到1968年 那個軍華寺福在 現在是來一定晚點 青島東路3號 不是這個中小東路這邊 但整個輪廓就是那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 當年有一棟 那個建築物是路北露金窗戶改的 那一棟有兩層樓 兩層樓的過程是一個四個區 那一共四個區呢 大概是有六十個房間 一個房間呢 是三坪 那因為當中只能有三個區 是良心住院 那有一個區 是樓上是旅行住院 所以女生人數比較少 住一個區 所以他們住的房間不是比人家大 但人數比較少 但是當年 我是1957年去 那個時候 一個三樓房間 我們擠了多少人 一樓房間 大概是八個人到三十二個人 那什麼擠呢 就是一樓房間 一樓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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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一樓房間 所以我們就要淪班 這個三樓房間 四樓房間 躺下去睡覺 四樓房間 站起來 散風 再溫流 再睡覺 那躺下去呢 一個人 我們站了一百 我再去 三樓房間 我兩樓房間 我再去 一樓房間 一樓房間 就切睡 所以 樓房間 再放著 大門 出貨 拉開睡 終於兵 所以 這個 按照要去放樓 四樓房間 起來 再溫流 一樓房間 就去放樓房間 放樓 那樓房間 有一個人 冷在睡 那一樓房間 因為他在自己看 所以是怎麼 一樓房間 如果 一樓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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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換句話 就是說 兩樓房分兩樓 一樓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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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樓房間 這個情況 所以 我說要求 各位去任務官 成功 我們有做當年的一個模型 整理裡面 三樓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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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窺想像 我現在可以 方家壽司 各位說 從1949年開始 從5月20日解緣 其實四月份 就開始抓人了 我們從統計試試看 這個半年抓了800多個人 但1950年到1956年 多少人 六千塊 所以換句話 這個地方 同時 客一千多人 在那時候來 可以想像 當時的環境 當年所有人都在那裡 要考慮在那裡 其他 這個 現在我們兩樓房間 做 這個調查 一樓房間 台灣 有 四十六位 這個 這樓房間 歷史 運領 靠在馬丁中 信領 行政 那兩個 紀念比以外 有四十二位 兩人管人 所在 這個 七樓房間 英文館 有做臺灣 改革 時期的 這個 叫 白色公佈 的 建立 國會來看那裡 有時候 當年是白色公佈 這樣了解 多個地方 去看他們 這個 國會來的時間 七月十五 開始 來 中美營運館 來參觀 一聲鼓勵 謝謝 有請 新店 復興路 一百三十一號 順便 到遠去 好 我們他 接下來 再來 有 看 有 有 朝青龍先生在嗎 還在嗎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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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大家還要想我是讓妳串場這樣 我跟他很熟啦 所以大家想一下問題 我先講一下 就是我父親的判決書我們一直都沒有收到 那是曹先生來訪問我媽媽出版那本 留麻溝15號的時候 他順便把我父親的判決書拿了給我 我躲到房間去看不敢讓我媽知道 上面我第一次看到我父親行刑前跟行刑後的照片 那種悲苦的容顏 我看了以後好像有一把刀在我的心裡面割下去一樣 到現在我還那種只要一閉上眼睛我就看就浮現了 但是我雖然這樣子我還是要感謝曹先生 我還是很抱歉 做了很抱的決定 他是拿給你們的 應該是屬於你們的 剛剛這一段其實就是 吳應齊老師怎麼講的 我不是學界 那也不是文史界 那我覺得從設計工作被剪進來 也算是被 但是也某種主動性 所以我還蠻同意就是 台灣事實上是很需要 每一個人去記錄自己的家族史 因為一個沒有歷史的地方 實在是很悲哀 這個悲哀就是 等到你的阿公阿嬤走了 你的爸爸媽媽走 你發現說 他們是怎麼大了 他們的那個過期是怎麼見過 這個悲哀其實就是一般庶民 他為了生活在奔波 所以 我大概採訪的對象會贏 以這個部分比較多 所以說一般人不會去注意 那他們到底是怎麼樣以一個人 這樣生活過 所以拿那一份給蘭老師 其實我也不知道他們家有沒有 那時候因為檔案已經出現了 當然這個東西呢 我也不知道最後蘭媽媽看了沒有 應該也不需要給他看 應該也不需要給他看 那其實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是 可能看不到三個人嘛 我就覺得 六張照片 相對相對是 前後的六張照片 其實你的衝擊呢 只有你自己看 你才會去感受到說到底你是在看什麼 是一張像大杜莎的照片一樣 那麼 那麼 物質性的放在展覽館裡面 還是說你是想像他是一個人 他槍牙前的那一桑那戴著笑頭 然後槍牙後當然就是躺在地上 那像出入者的我想會延伸到 不管是誰執政 我覺得歷史好像給我們機會 其實我知道學界有很多人說 台灣的轉型生已經過去了 因為那個最好的timing 多數是政權正在移轉的時候 或者是那個移轉的那幾年 他是最好去對應說 你前面的政權做了壞事 我接上來的政權怎麼去處理 但是這個是一個非常高難度的課題 所以一外面我們需要做口法 一外面我們可能要去積極面對說 我這些材料到底怎麼去公開 那我覺得政府有很大的責任 尤其是議員 他要做駐產條例 所以我也不知道在法條上會怎麼樣 不過這顯然是面對一個 人怎麼去處理人過去的歷史 那就像賴老師今天先生說 我們可以感覺到 南米谷我的老師我的大學長 他身邊前我讀書看到的資料 那個是距離太遙遠 那我接受他的家人的時候 那個距離就又慢慢拉近 那這種到底政府怎麼看待 人與主語不遠過去的這些歷史 必須面對你怎麼去對待其他人 對待那些行走或被關的、被殺的 如果這個對待沒有在我們這邊變成一個 高端一點就是道德上的主責 那如果說低端一點就是某種人權的補責 我想這樣的社會 他的民主到底會進步到什麼程度 不是大家知道的論壇 所以當然講過來講 我們樂於看到臺灣 因為有自己的轉型、正義的處理 讓臺灣在國際上變成一個 不一定可以達到一個很簡範的歷史 但是臺灣密集自己努力 去達到做到說 這個是可以被討論的歷史 不過臺灣如果連這些人都沒有做到 那我們恐怕公布了這一次 好不容易 重點不在前面執政 重點在執政之後 怎麼樣子順著這個大局 能夠做到一些轉型正義的計程工作 那我覺得最基本的是 怎麼讓車站者跟家屬 可以前來的 非常沒有恐懼的講出來 這個在前九五有的時候例子 比如說電視 比如說南非的這個 每天一天大阪電視在這個廣播裡面 訴訟於所有的月定者 連這個都做不到 甚至會去紀念門看說 這個很恐怖的 這個很好看 這個很正義的 那這些界限都一直在我們的 然後愛裡面 那也變成說也許我們的主派 可是我要去採訪 我自己也會變標定 那你這個這個 是不是一獨派 很獨派 不是統一派的 那對不起 那 所以有政治地盤的人 這讓你們可以告訴你 那你徹底就是他想 他想的 想的是什麼 那這種在採訪過程的點 也當然歷史無數 那如果說我們能夠從這些 很實際的一個一個 就在歷史裡面 去感受到 我們今天真的需要轉型這一個 所以我一直在很孤獨的說 如果他讓不轉 可能下一次的機會 就是二十年轉不了 那轉不了這個民主的體制 就是到底能不能 是我們期待的 這恐怕是一個 要面對更大的危機 而不只是外面的危機 因為好不容易過去那些人的犧牲 也可以說他們是犯來的 今天我們有機會講話 更公開的 不用恐懼的 那這樣的機會在我們手上沒有把握到 我們恐怕在直接過去了 就被認為是估誤了 這個是台北的感到的 不好意思啊 君凱 沒 那告訴我多少 謝謝 因為下次他就專程來講 因為之前我們講過青島東的三號 也講過劉麻溝的這個故事 然後整個這個 這些我們講過 但是我覺得我們好像 講了然後有感動喚醒 可是實際上我們都沒有在制度上做任何真正的改變 我們只是去想 現在我們可能好像要做一些可以做一些事的 那好像又還沒有開始做 我們又看不到什麼 就是我們對於政黨輪替的這個意義的概念 好像也 你看不到那種決心 或者說一定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還是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然後當然還有一個東西就是 我們給政府的壓力夠不夠 那其實對他們來說永遠可以不斷拖延 因為我們不斷的藉口可以拖延 那這樣我們就可能像剛剛講那個時間就一拖就過去了 還有拖過的是別人的苦難 然後還有我們可以從中反省的機會 然後我們再 有沒有一位 我們一位 來不是後面 那個一位 還有咧先等一下好不好 那個 妹妹有沒有要講的 還有 還有 好吧 那先 各位大家好 我是楊子貴 我覺得台灣這塊土地 先向這個藍民土先生 一個 哀悼的感念 我覺得我們這塊土地 還沒有用國際的這個正義概念來看這個 那一段時期的 不能道違反人權的統治 所以我覺得 我們應該把這個受難的這個 這個書啊翻成原文 跟聯合國 取得一個聯繫 用聯合國的標準來審判 現在這個政權 這個政權不可能 自己是加害者 又是一個道歉者 這在國際上是行不通的 台灣人的土地的聲音 應該跟國際接軌 用國際的標準來看 時代的意義 不能說又祈求 國民黨政權來道歉了事 有這麼便宜嗎 正義是不能轉型的 正義轉型就變成不正義啊 這是很簡單的概念嘛 大家被這個轉型 正義這個概念騙得團團轉 台灣人應該跟國際伸張 台灣人的人權 謝謝 好 這麼難的問題 我們當然是叫給許選基老師來回答 對 等一下就請他 我想這是奇許句 不需要我來回答 因為他已經從頭到尾很鮮明的 敘述他的看法了 我們大家就是把他聽下去 然後可以實行的 就具體實行 那沒有可實行的嗎 大家記得 好 來 再來 沒有我們就要結束了 好 我們就結束了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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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邊 這個 非常敬佩藍女士 雖然 他的父親 還有他的奧斯 特別是他的奧斯 是 致死服役的一個 中 共產黨人 但是藍女士 沒有受到父親分明 他奧斯的影響 永遠怎麼愛台灣 這一點是 因為我們現在也在台灣 這一點是我敬佩的地方 這是一點 那第二點 我想 我們都要有一個思考 在民國 從 三十八年 三十九年的時候 正好是 國民黨 共產黨 就是鬥爭最激烈的時候 那時候 不管共產黨還是國民黨 只要抓到對方的話 不是牆壁 就是關起來 就是 站在他們的立場 是理所當然 所以 變成是說 那時候 習近平的父親被殺害 我想 站在國民黨立場 他們認為說 你是 你是我的對手 我當然 這個要想拜訪勢力 所以這一點 是不是可以 用另外一種的觀點 來看待這件事情 我提示這個問題 謝謝 好 再來 我們學校有一個叫做中正紀念堂 就是他是可能有時候會不容易辦活動然後去考生 那我們現在我們主要是說 就是要把這個中正經常名字拿掉改掉 然後我後來在網路上看很多人的評分 就是他們都是很激烈 他們會覺得說就是想把那名字改掉 可能就是哪一派哪一派 然後你有什麼樣的意識什麼派 然後可是我們這些真正想改的 我們自己其實是很溫順剛剛講的 就是他們都是很激烈的在跟你就是訪 然後他們自己也不願意去瞭解那些歷史 然後就會開始說什麼先搞好經濟啊 之類的 或是說 妳是哪一系的 政治 政治系喔 哪一個學校政治系 東海 東海政治系啊 對 然後然後會說現在中國一代入八宅友好啊 什麼的 可是我覺得我們自己要堅信我們的名字 就是堅不可存 因為我們要先從這個教育改期 然後可是就有時候會去不然這些學生 因為他們 因為他們可能自己真的教育過程中也不瞭解 所以 就是覺得這很難課題 不過我們這個問題倒是很好 可以到時候大家可以來找一下 我們要怎麼改名 怎麼證明 怎麼去跟別人說服 因為其實在這個問題上面有很多的問題 比如說像有個中正經驗堂在那邊 那你要也就猜同鄉不猜同鄉 可是有時候改名可能更重要 如果我的想法是說如果之前我寫一個投書啦 就如果把它改成獨裁記憶館的話 那這樣其實我們真的可以在這個中間得到某些反省 不見得要猜同鄉 那現在的情況是 是我覺得在學校會遇到這個問題還是 有些人其實還是不要碰正式 那個恐懼還是在 他只要說萬一 那個國民黨又回來了怎麼辦 你們覺得不會發生嗎 你覺得會發生 你目前財政委員會是財政委員會覺得會發生 對啊不會說等等的這些 那所以他們可能會可能會 告訴你說要明哲保身啊等等的這一東西 開始那個保守的聲音又回來了 然後所以這個是 可能大家真的要想一下 因為如果沒有意志的話 我們不想決定我們當然就被決定 這個是注定的 就是你沒有主張勝章想要說什麼 那當然就注定被決定 那這個也是一個我們大家的共同課題 可是現在 目前的情況下好像還 我們還要去面對周遭那種保守的聲音 可是那個保守的聲音就是 因為它是舒服的 安全的 然後可以讓你可以在那邊 不用反省的 然後跟隨主流的 然後消費 而且是可以討好別人的 所以這個其實當然 你們有些 之後有機會 我們可以來一起討論 或者說你可以找一些 同學 對這個問題 議題有興趣的 可以一起來談 那這樣的話 我們可能會 大家彼此交流一些想法 可能會不錯 所以現在 這個 等一下你可以自己留下來 我想那個有些前輩啊 這些 這些 英帝大帝啊 也有想法嘛 這些 大家都有想法的 所以可以留在自己 做一些交流 我們現在時間關係 我們先停在這個地方 然後 我們 那個 想要去包圍那個 徐學姬老師的 趁這個時間 你還有一點點時間 趕快去跟他 表示 那在我們結束之前 我們再請 再熱烈掌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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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